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高愁兆 我想有留意一下香港Youtube 相信對阿豪SUNNY這個人不陌生 我想他應該是香港Youtube界 最多公關災難的Youtuber 公關災難 一單給一單精彩 今天就來細數一下他的各大公關災難 被不了解的人了解一下 了解的人重溫一下 第一 NFT事件 有一期 NFT非常流行 於是SUNNY都跟風玩NFT 整個自己專屬NFT出來賣 叫支持他的人 可以拿現金去NFT退換店 換加密貨幣 然後買他的NFT 不限年齡 大家都知道 SUNNY的粉絲 多數是些什麼人 大部分都是小學生 甚至未成熟 誰這些人 去玩加密貨幣這類 食水心 複雜東西 好易出事 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就這樣引發公關災難 很多人都指責他們 貪錢貪到爆 賺錢賺到好武道德 希望他們取消這個計劃 但他們沒有理會 你有你說 他有他賣 引發更多後續公關災難 你簡直是人渣 第二 直播事件 這個公關災難就大了 開過直播想補救NFT 補救不僅不僅 還搞一些新事出來 NGO 他們在直播裡面 不斷宣傳NGO 說接下來 他們會搞一個NGO這樣 那有了解過NGO 都知道 不是隨隨便便 你說想搞就搞到 於是 當然被人罵爆 怎樣拿牌 怎樣申請文件呢 被人問到口啞啞 感覺直播最後 他說會鋪出來 但最後 都沒有了那回事 就這樣 單單打打完了 一句說完 這件事過後 令人覺得 他們兩個非常貪錢 沒有道德 也沒有誠信 不知錯 形象大插水 原本有很多NFT 那時候 還有幫一下他們口 都因而閉嘴 又或者賭歌 正常啦 衰到這樣 很難繼續撐他 稍微正常些的人 都知道 這樣是撐不下 還繼續撐下去 只會搞臭自己 第三 淘寶事件 由於SUNNY他們太困 不肯認錯關係 太多人看不過眼 於是爆了他的黑材料出來 那大家留意一下SUNNY 都知道 他們除了拍片 還會賣一些日生產品 賣到很貴 那他曾經 就在一條片裏面說 不會用淘寶 好了 一個爆料 撕開了他的面具 原來這些 賣到這麼貴的東西 是淘寶貨來 有證據 他之前 很厲害說 有個60萬公仔 原來都是淘寶 大約6千元一個 這件事之後 他真的玩完了 有部分觀眾支持他 就是佳欣 他為人本土 誰知道淘寶的 更不了了 拜拜 不過最緊要 都是誠信 用淘寶不是問題 但說不用淘寶 轉頭用淘寶 這個才是問題 拍Youtube 最緊要誠信 沒有誠信 沒有人會再支持 第四 DC群事件 這個不可以不說 太精彩了 不斷被人指責 不好好自己反省 想想自己有什麼錯 不僅 還要拉仇恨 在DC群裏面 說外面的人 這樣說他們 是多麼可笑 這幫人 吃薯筋的 儘管退訂 不支持 當清黑與血 說這些挑釁說話出來 以為DC群 沒有人爆些言論出來 就什麼都說 人前人後兩個人 令到很多人 都對他們感到驚訝 原來為人這樣假 真面目 是這樣的樣子 又一個公關災難 說到這裏 相信不了解這件事的人 會了解的了 他們無論怎樣道歉 其實都沒有用 因為每次他們道歉一陣之後 有來單新的公關災難 試問聲 怎樣原諒他們 接受他們道歉呢 他們現在 就算9日新產品退款 都是沒有用的了 到底搞到這樣 很難會再有人 大力支持 有些事情 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抹不走的 就好像一塊裂了 然後修補的玻璃 始終有條痕 總之新年 沒得再靠Youtube運食 利用自己影響力 在年宵賣東西 一起以成過去 轉行啦 出來社會 隨便找工作 過下半世 昔日那種奢華生活 就真的沒有了 LV那些 算了 降開又說 這兩個人 真的拍Youtube 反面教材來 如果大家 想著拍Youtube 真的不要學他們這樣 把一手好牌 完全玩難 是聰明 還想靠Youtube賺錢的話 見到那時候 NFT不對路 趕快做事 處理這件事 這樣最多都是被人說一兩下 接著就回復正常 繼續靠Youtube運食 但他們一未託 不管外界反應 眼中只有錢 結果 因少失大 越搞越令人不滿他們 爆他們大鑊 當初還支持他們的人 大部分賭歌 貪視德國頻 就是這些人